男人立志在沙场 马个国十七号转 金门女战神陈玉珍 与国民党总招傅坤齐 加上身边篮尾 在镜头前唱军歌宣示决心 为十七号立法院表决大战 壮大绅士 还提前安营炸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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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历史要吃民进党的 15号傅坤齐来加油打气 送上炸鸡 要给待在议场前的篮尾 补足粮草 不只国民党 民众党 也一起来 五场这种事情 就交给傅坤齐总招 身旁的国民党总招傅坤齐 听到这文武分工 大笑拍了拍黄国昌的头 现场一团和气 持续备战 但却被绿营立为很酸 一个大男人 被另外一个大男生摸头 这个感觉上画面起来 是有点尴尬 但是我当然是不知道说 这个黄国昌委员 为什么这么的柔顺 那个完全是人跟人之间 非常幽默的一个互动 民主进步党都可以拿来做政治攻击 我真的觉得够了 不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被做文章 更传出要夜宿立法院 这想法本来出自民众党 却被国民党截足先登 不要啦 不要说什么消息走漏 好像搞得在立法院里面 耳鱼我诈 中国国民党毕竟人数比较多 那我们晚去没有话说 这种事情很公平 先来后到 为什么国民党 可以超过60个小时参丰入宿 在立法院的门口 就是希望明天的议事 能够一切的顺利 被摸头 还要哈哈大笑 我觉得很多人看了 不知道是难过还是愤怒 不只蓝白有动作 传出民进党将技术包围 主席台来杯葛 周五表决战 还没开始就充满烟宵味